第386章 鬼传 龙脉灵 可净化魔灵 等级 神位 品质 极光 超灵上限 百分之百 光脉 58 筑灵 第三形态 真理之光 天地龙脉之光 天赋技能 天欲 德欲 人欲 幸运一击 百分百必备斩 龙脉灵晋升神位 李修并不意外 他不是神位 那才让李修吃惊呢 可是看了龙脉灵的资料之后 李修依然还是有些吃惊 因为他的品质竟然提升到了极光 这是李修第三次看到极光品质 第一次是他自己 第二次是代驾新娘 第三次就是这龙脉灵了 只是这龙脉灵更为奇异 竟然融合了诡异的光物龙影 品质再次提升 从光辉到了极光 天地龙脉之光 是一种可以借助天地龙脉力量的真理之光 与李修之前猜测的差不多 那黑龙就是因为要借助死海的龙脉之力 所以才不肯离开死海 那无穷无尽的真理之光 也是因为大海中龙脉之力的加持 才能够达到那种程度 只是这天地龙脉指的到底是什么 在何处才能够加持 李修还没有弄得太清楚 只知道在一些特殊的地理位置 才能够获取这样的加持 比如山川 大河 海洋等等 一般来说 有山有水的地方 多少都能够得到一些加持 只是加持多少的问题 这死海给予黑龙的加持显然是很大的 换个地方 黑龙未必能够如此凶猛 可惜那黑龙死后竟然什么也没有留下 那黑色的身躯只是一个垃圾般的空壳而已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死 还是假死 李修心中暗自愈闷 龙脉灵晋升神位 他当然很高兴 只是那获取神位宝石的计划又落空了 回到船上 只有小月站在船头等他 会长和怪人都已经不见了踪影 估计是回船舱去了 小先生好厉害 竟然斩杀那么恐怖的魔灵 如探囊取物 小月一脸崇拜地看着李修 那神情倒不似作为 带我去房间休息吧 李修见着死海中无风无浪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再遇上魔灵 打算先恢复一下损失的光能和体力 好 接着下一次的战斗 听会长说 想要达到天之海 至少要在死海上面行驶大半个月 他还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段时间冲击一下神位 小月带着李修去房间休息 这三番大船的大小可以媲美航母 船上有两层 除了大厅之外 还有许多的房间 可是李修跟着小月一路走过来 却连一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连之前那些和小月一起的女孩 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 小月 这船上除了我们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人吗 李修跟在小月身后问道 没有啊 除了你们之外 这船上就只有我们了 小月答道 怎么没有看到你的那些小姐妹 李修又问道 这上面的房间都是给客人们住的 我们住在下面 小月把李修带到了一个房间门口 推开了门 让到一旁说道 小先生 这是您的房间 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 随时喊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在我们之前 都有过什么客人 李修还是想知道一些关于这艘大船的事情 在你们之前的客人 小月歪着脑袋想了想 然后笑着说道 不就是和您一起来的那位先生和另外一位小先生吗 李修脸色微变 皱眉打亮着小月 小月的回答让他感觉十分不好 你说的另外一位小先生是不是叫观青斋 李修盯着小月缓缓问道 目光似刀刃一般 好似要看穿小月的脑子 好像是这个名字 那个小先生不喜欢说话 人也有些孤僻 我听那位先生叫他青斋 小月回忆着说道 李修实在无法从小月脸上看出有说谎的迹象 可是如果小月说的是真的 那就更诡异了 会长带着观青斋 去天之海 那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了 小月才多大一点 怎么可能接待过观青斋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事 难道这大船就只有在会长去天之海的时候才会接客吗 那中间这六十年 这艘大船在什么地方 那怪人和小月 他们又在哪里 难不成这是一艘幽灵船 怪人和小月 他们都是幽灵 李修看着面前的小月 实在很难把他和幽灵联系在一起 小月是如此的活泼可爱 对于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 又如此的善良真诚 这样鲜活的生命 又怎么可能会是幽灵 李修无论怎么看 小月都是血肉之躯 身上有着正常人的温度 也有人的影子 不可能是幽灵 小先生没有别的吩咐 我就先下去了 小月转身离去 不一会儿 就消失在通道尽头 李修看了一道通道两侧的一个个房间 全部都紧闭着门 只是靠听力和感应能力 完全感应不到任何一点生命的痕迹 也没有一点动静 李修没有进自己的房间 走到旁边的房间 握着门把手 试着推了一下 房门纹丝不动 应该是上锁了 再是 也是无意 李修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把门关上 躺在了床上休息 房间内的布置十分简单 只有一张十分漂亮的床 李修记得 好像在那里 看过这样的床 这东西 应该不能算是床 在古代 好似有另外一种叫法 他以前应该是在电脑上见过 只是没注意 这东西到底叫什么 闭上眼睛休息 还没有等他睡着 突然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 非常有节奏 敲了两下之后 等了 一会儿 又敲了两下 谁 李修还记得会长说过 在这船上的时候 无论任何人敲门 都绝对不能开门 咚咚 门外没有人回答 只是又响起了敲门声 到底是谁 李修皱眉喝道 咚咚 没有回答 只是那有节奏的敲门声不断响起 敲两下停一会儿 再敲两下 又停一会儿 李修见没有人回答 索性不在里会儿 闭上眼睛睡自己的觉 似乎知道李修没有开门的打算 那敲门声竟然消失不见了 这反而让李修有些好奇起来 为什么会长说 有人敲门就不能开 难不成 这真是一艘幽灵船 敲门的是 幽灵不成 李修没有听到有人离开的脚步声 心中十分好奇 真想打开门看看 外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不过李修还是忍住了心中的冲动 依然闭着眼睛休息 不多时就睡着了 李修也敢多睡 估计自己睡了差不多有六个小时 就醒了过来 然后叫了一声小月 原本他以为小月应该听不到他的声音 谁知道没有过多久 就听到门外传来了脚步声 不一会儿 那脚步声就到了门外 然后门就被推开了 小月也走了进来 小先生 有什么吩咐 小月恭敬地问道 外面可曾有魔灵出现 李修问道 遇到了几只魔灵 不过都已经被打发了 小先生不必担心 一般的魔灵上不了船 小月以为李修担心有危险 连忙解释道 是神卫魔灵吗 李修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 也没有感应到战斗的波动 心中有些奇怪 这一船虽然大 但是如果有战斗的话 以他现在的敏锐感应能力 应该不至于完全感觉不到才对 那倒没有 小月摇头道 只是一些普通的魔灵 哦 李修点点头 看着小月又问道 刚才我睡之前 有人敲门 你可知道是谁在敲门 敲门 怎么会有人敲门呢 这船上除了您和那位先生之外 就没有其他的客人了 那位先生还在船舱 没有您的召唤 我们也不能来这里 应该没有人会来敲您的门才对 小月一脸的迷茫 李修暗自皱眉 但是看小月的表情 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 于是心中念头一动 笑着说道 小月 能不能带我去你们住的地方看看 这不太好吧 您是尊贵的客人 怎么能够去我们住的那种地方 小月犹豫着说道 见小月没有直接拒绝 李修就笑道 这船至少还要在海上行驶大半个月 实在无聊得很 你就带我去转转吧 好吧 小先生不嫌弃的话 就跟我来吧 小月没有再拒绝 带着李修离开了客房 小月 他们住的地方 与客户并不是同一个入口 在甲板上绕了一圈 小月进了一扇门内 门内有向下的狭展楼梯 同样都是木头的 整艘船都是木头之城 李修连个铁钉都没有看到 似乎全部都是损帽结构 沿着狭小的楼梯下去 是一条长长的通道 两边的墙壁上面 每隔一段距离 就镶嵌着一颗 像是夜明珠的珠子 这里面没有电灯 甚至连油灯也没有 黑暗的通道中 全靠这些珠子的微光照亮 还好 李修根本不惧黑暗 有黑暗中事物的能力 倒也不觉得有什么 通道很长 拐了一个弯之后 依然还是通道 如果不是中间有门的话 李修都有些怀疑 自己走的是不是同一条通道 转了几个弯之后 小月在一个门前停了下来 有些不好意思的 对李修说道 小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了 您真的要进去吗 来都来了 进去看看吧 需要和你的那些小姐妹们 先打个招呼吗 李修想了想问道 毕竟都是一些小女孩住的地方 他怕看到什么不太好的画面 不用 小月摇了摇头 伸手把门给推开了 随着木门吱压一声 缓缓打开 李修的目光也望了过去 心中有些好奇 这些小女孩住的地方 倒是长什么样子 可是等他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不由的脸色大变 只见这门内 是一个比之前的大厅 还要大的空间 里面有一根根木柱支撑 与李修想象的宿舍 完全不是一回事 倒是 有些像是仓库之类的地方 李修脸色大变的原因 自然不是因为这里很大 而是因为 在这仓库一般的房间内 放着一排排的黑漆木棺 一排排一行行 怕是有上千口棺材之多 这哪里是什么小女孩的闺房 说 这里是一桩 都有些太过美化她了 一桩也不可能停放这么多的棺材 而且一艘船上 放这么多的棺材干什么 你住在这里 李修神色古怪的看向小月 那她到底是人还是鬼呢 是啊 那就是我睡觉的地方 小月走到距离大门 很近的一个棺材旁边 那棺材的盖子 是斜着打开了一些的 小月不好意思地说道 第一次有人要看我们住的地方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呢 李修神色异样地走到小月身旁 往棺材里面看了看 里面空无一物 什么也没有 我能看看其他的棺材吗 李修看向小月问道 你想见他们的话 叫他们的名字就可以了 他们会自己出来的 怎敢劳烦小先生您呢 小月说道 无妨 李修说着 信手一推 把旁边的棺材推开 只见到棺材之内 果然躺着一个小女孩 看起来与小月大小相仿 此时正面色红润地 躺在棺材里面 好似是睡着了 可是李修却没有听到她的呼吸声 也没有感应到心跳 李修把棺材盖推开这么大的动静 那小女孩也没有被惊醒 在里面依然一动不动 李修只感觉头皮发麻 这情况让她不由地怀疑 自己是不是闯入了吸血鬼的老巢 小雪 小先生来看你了 小月在一旁对着棺材内的小女孩 轻声唤道 那明明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的小女孩 被小月唤了一声之后 竟然神奇地睁开了眼睛 呼吸和心跳 也都随之复苏了一般 小女孩看到李修和小月 立刻坐了起来 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有些慌乱地对着李修行礼 不知小先生前来 有失礼数 还请小先生见谅 没事 是我打扰了 李修看了一眼其他的棺材 却没有再去打开的冲动了 小月 你们的同伴都在这里吗 李修又问道 是啊 大家都在这里 小月点头道 李修什么都没有再问 让小月带着他离开了这里 这大船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月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鬼 那怪人 到底是什么人 李修心中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却始终难以得到答案 小月和小雪 他们看起来 的确是活生生的人 如果不是出现在这船上 要是在外面遇到 李修绝不会对他们的身份 产生任何怀疑 可是这里实在太奇怪了 明明是活人 可是当他们在棺材里面的时候 却和死人无异 小月说 他上一次见到的客人 是会长和观青斋 难不成这六十年时间 他们都在那棺材中一直沉睡着 李修越想越觉得诡异 人类怎么可能不吃不喝 在棺材里面沉睡六十年呢 别说一般人做不到 就算是如今可以媲美神位的李修 也不可能不吃不喝 睡上六十年 别说六十年 六年 甚至是六个月都不可能 回到甲板上 李修心中 还在思索那些棺材的景象 偌大的船上 竟然只有怪人 这些睡在棺材里 非人非鬼的孩子 这大船到底是什么来历 李修向着大厅走去 可是到了大厅门口的时候 却听到怪人的声音 从船头那边传来 我那老伙计喝得有点多了 已经去客房休息了 小先生有没有兴趣 与老小聊聊 李修神色不动 转身向着船头那边走去 果然看到那怪人 正坐在船头的栏杆上面 一手拎着酒壶 一手捏着什么东西 正在那里吹着海风继续喝酒 我该怎么称呼阁下 李修走到那怪人近处说道 名字什么的 我早就已经忘记了 你高兴可以喊我一声书 不高兴也可以叫我老头 怪人 萨然说道 阁下想要和我聊什么 李修咒没到 连个名字都不肯说 这是一点聊的诚意 都没有 似是看出了李修的心思 怪人笑道 小先生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不想 告诉你我的名字 而是真的已经忘记了 知道李修不信 怪人接着说道 你不相信也是正常 但是 如果让你一个人 在海上孤独地漂泊几千年 无人与你说话 无人与你与伴 只能看着这片海 你也一样会忘记 很多并不重要的东西 这船上不是还有小月他们吗 李修听出了话中的破绽 直接说道 他们 不是人 李修万万没有想到 怪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李修虽然也觉得 小月他们不像是人 却也不会当着小月的面这么说 怪人却如此直白地说出来 让李修都觉得 有些太过残忍了 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小月 却见小月双眼 像是失了神一般 完全没有了焦点 仿佛是 行尸走肉一样 机械的转身 向着来路而去 小先生 虽然我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了 但是可以给你讲个故事 你听了这个故事 应该能够知道 我是谁 怪人喝了一口酒 抹了抹嘴 说道 什么故事 李修看着怪人问道 一人出海寻掌声的故事 怪人看着无尽的大海 缓缓说道 第387章 我是神 你是徐福 李修 有些吃惊地看着怪人 虽然只是一句话 可是数千年人类历史之中 配得上这句话的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奉擒始皇之命 率领数千 童男童女 出海寻掌声不老药的徐福 除他之外 再也无人当得起 这样的一句话 难道说 小月他们就是跟随徐福 一起出海的童女 那些棺材内沉睡着的 就是那些童男童女 李修 一下子把许多事都联系上了 可是依然很有多的疑惑 徐福应该是地球上的人类才对 就算真有出海 寻掌声不老药的事 那也应该 是在地球上才对 他怎么跑到了 魔灵国度的死海 又怎么会在死海之上 一带就是几千年 他说小月他们不是人 又是什么意思 怪人微笑着说道 看来你也听过徐福出 海的故事 不过今天我给你讲的故事 和你听说的故事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李修看着怪人没有说话 他确实很想知道 怪人到底会讲出 一个怎样的故事 你可知道长生之说的由来 怪人笑隐隐地问道 不是方氏提出来的假说吗 李修思索道 方氏最早就是一群 追寻仙道的人 寻仙问道 求长生 确实是方氏们干的事 但是这件事到底是有谁提出来的 总得有个源头吧 怪人说道 这倒是真的没有研究过 李修摇头道 怪人微笑道 盘古开天辟地 女娲福西造人 夸父追日 后裔摄日 远古的神话当中 人类都只是扮演被拯救的角色 直到炎黄二帝和吃油的时代 人类依然还只是世界的配角 要说是谁给了人类想要 寻导成仙的信念 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而我的答案是导的出现 道家 李修沉引道 你能说出道家 而不是道教 可见你对这方面 还是有些涉猎的 那我这故事就好讲了 怪人看向远方的大海 悠悠说道 我这个故事 就要从一个悟道的人开始讲起 道 从来都不是宗教 世间宗教多不可数 但是无论哪一个 教派 都有什么存在 人类只能祈求神魔庇护 唯有道 追求的是天地间的规律和道理 说道家是远古时代的科学家 也不为过 古时有一个年轻人 一心想要开宗立派 创下一门学说 想要做那流传万事的开山鼻祖 可是那个时代宗室辈出 那年轻人虽然也有些才学 但是与当时的大家相比 还是要逊色了许多 那 年轻人虽然知道 以自己的才学 想要自立一派 怕是万无可能 但是他心高气傲 怎么也不肯放弃 直到他遇到了一个人 一个本应该已经早就死去的人 谁 李修虽然盈盈已经猜到了 哪人是谁 却还是想要听到 怪人亲口说出答案 怪人却没有回答他 只是继续说道 那人带着年轻人去了一个 他做梦也无法想象的世界 纵然是仙界 怕是也不过如此 给那年轻人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冲击 高傲如那年轻人 也不得不承认 与这个世界相比 他以前所思所想 都幼稚的可笑 从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回来之后 那人告诉年轻人 很快他就会得到 一个天大的机缘 只要能够把握住那个机缘 就有机会问到长生 成那永生大道 不过那人说了几件事 要年轻人物必要完成 否则就难得先远 果然 在不久之后 年轻人陪同当时的皇帝 在海边巡视之时 他们看到了海上 浮现出了仙山景象 那景象震撼了所有人 纵然是那人间 至高无上的皇帝 也被那景象震惊地 瞠目结舌 怪人慢慢地诉说着 李修知道 怪人所说的事件 应该就是秦始皇 在海边看到海市蜃楼 传说 那是秦始皇派人出海 寻仙山求 长生不老要的起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他们看到的 并不是海市蜃楼 你觉得横扫路河 灭绝八荒的千古一帝 会连海市蜃楼 都不知道吗 纵然他不知道 没有见过 他手下那么多的奇人异事 又岂会没有人知道 那是什么 怪人 嘿嘿笑道 年轻人看到那一想 就知道 那人说的机缘到了 便大着胆子 说了自己在那 不可思议世界的见闻 打动了皇帝 并且按照那人所说的几件事 向那位皇帝请命出海 寻那长生不老要 并且按照那人所说 以剑木造船 带上了作为祭品的 童男童女出海而去 原来徐夫出海带的童男童女 是用来当祭品的 难怪怪人说 小约他们不是人 李修心中暗道 年轻人雄心勃勃 以为这次出海之后 他必得先缘 成为那送回于 人间帝王之上的存在 到时候 别说开宗立派 就算是站在皇帝头上 拉屎拉尿 世人 又岂能奈何得了他 可是等他真的带着 童男童女出海之后 才知道 一切都错了 而且错得很离谱 这是一个足以让他 后悔一辈子的决定 怪人的面容 几乎被乱发和胡子挡住 可是依然可以看到 他脸上那纠结痛苦的表情 他没有得到长生先缘 李修追问道 得了 但那并不是他想要的长生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 他宁愿面对死亡 也不愿意要那样的长生 怪人叹气道 如果一个人拥有 不老不死的长生 却只能一辈子待在船上 孤独一人 在没有尽头的世界航行 没有起点 也没有终点 永世难以下船 这样的长生 你想要吗 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孤独 怪人猛地灌了一口酒 然后把酒壶抛给李修说 年轻人有了长生 可他现在所求 仅仅只是一死而已 如此简单的愿望 任何普通人都有的能力 他却再也无法做到 李修接住酒壶 却没有喝酒 他还记得会长说过 船上的什么东西 都不能吃 你就是出海 寻长生不老药的徐福 你遇到的那个人是谁 李修盯着怪人问道 你说是谁 怪人似笑非笑地反问 会长吗 李修说道 他是不是告诉你 船上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吃 怪人没有回答 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 李修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怪人 你不用担心 他在客房内 听不到外面的任何声音 怪人说道 能不能听得到 对我来说 都没有任何差别 李修说道 是吗 如果我告诉你 你不吃船上的东西 就永远也不可能下船 你还会那样想吗 怪人看着李修 似笑非笑地说道 为什么 李修咒没道 因为你本就是 他送来代替我的人 你以后的命运 将会和我一样 永远不老不死 在这死海之上 度过无尽的孤独岁月 怪人的声音如同鬼魅 让李修听得身上 汗毛都竖了起来 你这话 有些自相矛盾吧 既然你已经长生不老之躯 还需要什么代替者 李修自然不信怪人的话 因为他 已经无法从我这里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必须要找一个 听话的人 代替我掌控这艘船 他以前也干过这些事 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而你不同 你有能力代替我 怪人冷笑着继续说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他要带你去天之海吧 去天之海的方法有很多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艘船 在海上漂泊这么长的时间 那是因为 只有你在船上带的时间足够久 你才能够成为这船的一份子 连灵魂都要烙印在船上 永远不得脱离 这酒可以抵挡大船对你的侵蚀 只有喝了酒 你才能够不被大船同化 你才能够下船 你仔细想想 他不让你吃喝 为什么他自己 却拼命地喝酒吃肉呢 李修想想 也确实如此 要去天之海 完全可以使用 直接到达天之海的试炼之门 会长偏偏舍尽求远 坐船在死海上面 漂泊这么多天 确实有些不合常理 他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 李修不动声色地 看着怪人问道 还能是什么 自然是那些祭品 怪人答道 你是说小月他们 李修微微一正 外人黑黑笑道 你以为他骗我带着同男同女出海 是为了什么 他要的就是那些同男同女 那些都是人类中最优秀的血脉 他需要的就是那个 以他的能力 直接去抢 应该不难吧 应该不需要这么麻烦 李修说道 我刚才不是告诉过你 小月他们不是人 至少已经不完全是人 普通人的血脉 对他来说是无用的 永生号在死海数千年 小月 他们受死海力量的侵蚀 已经不是寻常人类 现在的他们 才是他所需要的 怪人 黑黑怪笑道 故事我已经讲完了 信不信有你 酒在你手 喝不喝 也得有你 下不下船 那也是你的事 你自己选择便是 说吧 怪人转身向着船舱走去 到了舱门口的时候 突然转过 头来 露出白森森的牙齿 又对李修说了一句 你若不信 等你睡觉的时候 有人敲门 你就打开门看看 敲门的谁 李修皱眉问道 以前那些坐船 什么也没有吃的人 怪人说吧 就进了船舱 李修皱眉不语 怪人说的话 虽然破绽很多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这事情 倒是越来越有趣了 按照怪人的说法 他是徐福 那给他机缘的人 岂不就是道家的那位大能 那么会长 李修看着起起伏伏的大海 反而越发感觉有趣了 过了一会儿 见龙头 没有反应 没有魔灵靠近大船 会长 也一直没有出来 李修就回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他刚躺下没有多久 门外又传来了敲门声 谁 李修坐起来 看着房间的门问道 没有回答 依然是有节奏的 咚咚敲门声 李修看着门出神 不由地想起怪人所说的那些话 敲门的 真是以前没有在船上吃喝的人吗 李修有种想要 打开门看一看的冲动 不过李修 还是暗纳住了心中的冲动 躺下继续睡觉 不再理会那敲门声 一连几天 李修每天都是饿着肚子睡觉 因为一直没有遇上神卫魔灵 他也没什么兴趣 去杀那些普通的魔灵 虽说能在死海中生存的魔灵 至少也是光积极 可惜李修 现在对光积魔灵 已经提不起兴趣了 再次见到怪人的时候 怪人连正眼 也没有看李修 那次之后 怪人也没有再找过他谈话 仿佛上次谈话的事 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会长到适合之前一样 吃吃喝喝 毫不在意 也没有和李修多说什么 只是让李修多休息 保存体力 每次李修睡觉的时候 都会有敲门声 但也不会太久 大多都只是有节奏的敲石下门 李修没有开门 那敲门声也就消失了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渐渐的 李修有了奇异的感觉 他竟然渐渐好像 对这艘大船有了感应 这种感应非常奇妙 有一次李修回房间的时候 想着要开门的时候 还没等他伸手去推门 那门竟然自己开了 当时李修 还以为是有什么东西 在他的房间 找了一圈 什么也没有找到 后面才发现 房间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那门之所以会打开 竟然是因为他的意识 李修做了一些试验 发现 果然他可以用意识命令房门打开 还可以让桌椅 自动到他的面前来 更可怕是 他甚至可以感应到 大船船头的龙手市井 他在房间内的时候 感应到龙道市井 原本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出去到甲板上发现 龙头果然有了反应 一只神卫魔灵接近了大船 这让李修不得不重新思考 怪人给他说的那些话 目光不由地看向了 桌子上放着的那壶酒 那只神卫魔灵 远不如黑龙 李修只使用了禁忌之枪 就将其轰杀 夺了他的魔盒 可惜什么也没有爆出来 别说神卫宝石了 连天赋宝石都没有 魔灵的尸身 倒是被李修拉到了船上 这可是神卫级的材料 以后带回去 给老官造魔装用 大船在海中行驶 与海水摩擦的波动 但凡有魔灵靠近大船 不用龙手示警 李修就能够感应得到 甚至连魔灵的形态和等级 都能够感应得一清二楚 这让李修多少都有些疑惑 再次见到会长的时候 李修决定要听听会长怎么说 趁着会长吃过饭 独自一人在那里抽汗烟的时候 李修走了 过去 还没有等李修开口 会长就笑眯眯地说道 什么也不用说 记得来之前 我给你说的那些话就行了 李修正了正 半赏才失声笑道 还有多久能够到天之海 快了 最多再有四天时间 应该就可以到了 会长巴巴地抽着汗烟 神色有些凝重 关锦豪给我说过一件事 李修继续说道 会长转过头来 看着李修笑 咪咪地说道 他说我不是人对吧 您是吗 李修目光毫不退让地 与会长对视 从他的角度来说 他说的没错 会长的回答道 是让李修有些意外 您来自哪里 魔国 李修又问道 你猜对了一半 会长笑咪咪地说道 神色复杂地盯着会长说道 魔国是你建立的 聪明 会长的 神色间颇有赞许的意味 你是魔国天帝 虽然已经猜到了答案 李修还是有些吃惊 会长笑而不语 算是默认了 所以 你也不是魔国人 是来自外面的世界 李修神色复杂地看着会长 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你那姐姐不就是 来自于外面的世界吗 这值得你大惊小怪吗 会长笑嘻嘻地说道 你认识我姐姐 李修 心中一惊 老爸给我测天机 侧出我英灵而亡 你姐姐叫韩灵 人老了 都怕死 所以我去了解一下 会长吐出一口烟圈 魂不在意地说道 所以呢 李修盯着会长问道 如果会长 想要对韩灵不利 他就算是拼上性命 也不能让会长得逞 我说了 你可能不信 会长淡淡地说道 你不说 怎么知道 我不信 李修反问 如果我说 你那姐姐根本不够资格要我的命 你相信吗 会长盯着李修 似笑非笑地说道 李修看着会长没有说话 他其实是不太相信的 会长虽然很强 但是李修觉得 韩灵应该更强 至少两人 给他的感觉是这样的 你觉得你姐姐很强 这也没错 他确实很强 强的 甚至连我都有些惊讶 不过 说到底 本质上 他和你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我却不一样 会长缓缓说道 哪里不一样 李修盯着会长问道 他是人 而我 是神 会长眯着眼睛说道 第388章 天海之导 神 李修 怎么看这么猥琐的老家伙 也不像是什么神 李修承认会长很强 但是强到什么程度 李修也无法判定 毕竟他也没有见过 会长真正的战斗状态有多强 除了去天之海的事 你还想知道 既然都已经说到了这个地步 你就一次问得清楚吧 会长说道 我国 为什么会烟消云散 李修想问小波尔的事情 却又怕小波尔的一切 都是会长造成的 因为我失败了 会长的回答很简洁 谁打败了你 李修有些好奇 到底是谁打败了会长 让帝国分崩离析 天地都不得不隐心埋名 来到地球建立长生天 没有人能够打败我 我是败给了这个事件 会长神色复杂地 看着远方说道 有些事 就算我告诉你了 你也无法理解 你不说 怎么知道 我不能理解 李修说道 会长笑了笑说道 好吧 那我就用最简单的例子说明 你能听懂多少 那就是 你自己的事了 沉淹了片刻 会长他说道 你知道怎么才能够 从神位晋升绝世吧 听说过 需要突破真理 李修答道 真理就是规则 但是规则正身是有局限性的 比如 篮球运动 就需要遵守篮球规则 如果违反了规则 就要接受惩罚 会长意味深长地说道 如果把这个世界 比喻成一个篮球场 那么 你们就都是场上的篮球员 你们必须遵守球场的规则 否则就会接受惩罚 当然 这个世界的惩罚 不是犯规和罚下场那么简单 可能会要了你们的命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篮球场 所以就算我违反规则 也不会有惩罚 也就是说 你相当于爵士 李修说道 完全不一样 爵士确实能够打破规则 但是还用篮球比赛来比喻的话 爵士就是那些能够逃过裁判眼睛 做些不被规则允许的小动作的人 和我这种篮球场之外的人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会长说道 说来说去 你还是和我姐姐一样的存在 李修沉吟道 会长又摇了摇头 所以我说很难解释 这样说吧 你姐姐应该算是来自于 另外一个篮球场的球员 和我还是不一样 李修确实有些无法理解 虽然这个比喻很清晰 但是却很难让他形成 有效的体系理解 既然会长你这么强 连爵士对你来说都不算什么 为什么你还需要 我去代替你出战 李修换了一种方式 想要了解的更多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天之海的事情 我无法回答你 以后 你自然会知道的 会长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能告诉你的 就只有这些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那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不会干涉你的选择 听到会长这么说 李修隐隐觉得 会长应该是知道 怪人和他说过些什么了 能不能告诉我 黑死城是怎么回事 这个应该和天之海无关吧 李修并没有放弃 了解更多秘密的想法 会长神色复杂地 看着李修说道 你见过盖世大王了吧 李修点点头 会长就继续说道 既然你已经见过他了 大概也应该知道 镇灵石的事情 当初打碎镇灵石的人 就是我 镇灵石的一个 碎片掉落在了黑死城 让那里变成了一个 奇异之地 只有这些吗 李修皱眉问道 他想知道的 可不是这些 他想知道的是 碎之城和黑死城的联系 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但是那些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因为你想知道的那些事 都与天之海有关 这次前往天之海 如果你的运气足够好 应该就可以得到答案 会长微笑道 李修有些恼火 每次一到关键问题 会长就扯出天之海 虽然李修也知道 黑死城的事情 肯定与天之海有关 但是会长这样说 一半留一半的 确实很让人难受 回去休息吧 会长转身向着船舱走去 会长不愿意再多说什么 李修也没有什么办法 只得回到船舱休息去了 李修坐在甲板上 低着头思索 从会长那里得到的情报 会长就是魔国天地 以前李修也有过这样的假设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是真的 身为魔国天地的会长 说他败给了这个事件 在联系 关锦豪之前 给他说的那些话 让李修不得不怀疑 会长确实想要毁灭这个事件 可是他又 为什么要毁灭这个事件呢 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只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他应该没有必要做这种事 才对 寒灵同样来自于这个世界之外 他也在寻找回去的路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眉目 会长自己说他比寒灵强 如果真是如此 他应该也有能力像寒灵一样离开 为了离开而毁灭世界 根本就没有道理 李修还是理不清头绪 吹了一会儿海风 没有发现有魔灵靠近大船 只好又回了自己房间休息 剩下的几天 一直没有再遇上神威魔灵 李修想要再到达天之海前 晋升神威的想法彻底破灭了 今天已经是会长所说的最后一天 李修坐在床上 看着桌子上的那壶酒 心中是有些犹豫的 现在他可以明显感觉到 自己对这艘大船的感应 越来越敏锐 甚至可以感应到 大船内每个地方的情况 会长和怪人在船舱内喝酒聊天 他在自己房间内 都能够感应得一清二楚 却也没有听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李修知道 会长和怪人 应该也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奇怪的是 李修对于整个大船 都能够感应得一清二楚 可是当敲门声响起的时候 他却在门外感应不到任何东西 好似外面根本就没有人一样 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 要不要喝酒呢 李修看着桌子上的酒壶 最后还是选择了放弃 虽然种种迹象 都似乎在证明怪人的话是对的 但是李修依然认为 那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李修还是觉得 会长比怪人更加可信 小子 出来了 我们到了 会长的声音从甲板上传来 李修走出房间 来到甲板上之后 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他之前一直不明白 死海本身就是一片海洋 天之海也是一片海 那么海中怎么又会有海呢 现在他总算明白 为什么那地方叫天之海了 在大船的上面 李修看到了一片蓝色的海洋 那海洋竟然是悬浮在天空中的 不 不应该说是悬浮 头顶的海洋 更像是镜子映照出的世界 在头顶的海洋中 还有一座到这的岛屿 那里 应该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了 大船在海与海之间航行 怪人也来到了甲板上 目光看向李修的时候 隐隐有些焦急之色一闪而过 他的目光从李修脸上划过 终究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走到了会长身边 笑隐隐地说道 六十年了 终于又来到了这里 我们一共来了多少次 会长看着远处的天海之岛问道 忘记了 我的记忆力一向不好 几千年时间 怎么也要有个几十次吧 怪人叹气道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会长目光 啄啄地盯着那岛屿说道 也对 有这样的人帮你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怪人的神色无比复杂 好似有些失落 又好似像是解脱了一般 之后 两人都没有再说什么 大船不断地前行 一直来到了那岛屿的正下方 在远处看的时候 还不觉得这岛屿有多壮观 此时到了近处 李修才觉得这岛屿本身 就十分让人震撼 岛屿之上 山月连绵起伏 每一座山峰 怕不是都有数千米之高 每一座山峰 都有些不同 有的覆盖白雪 有的百花齐放 有的绿叶如荫 有的黄叶飘零 仿佛在这一座岛屿之上 就愤出了春夏秋冬四季 可是李修 在那岛上 却没有看到任何建筑物 也没有看到任何 魔灵 甚至连一只鸟 一只走兽都没有 整个岛屿 就如同一幅 诡异绝美的画作 美虽美 却无真正的生机 大船 在岛屿正下方停了下来 李修正在惊叹于天海 知道的诡异离奇之美时 却听到四周 响起咕咚咕咚的声音 像是有无数个小气泡 正在不断地爆炸 李修往死海中看去 只见大船附近的海域 确实正有 无数的气泡 从海底升起 冲出海面之后 爆炸开来 更加不可思议的 是 在那海底之中 李修竟然看到了 一片朦胧的光 那光正在慢慢 从深海中浮起 变得越来越强烈 把附近的海域 都给照得通明 原本黑色的海水 在那光芒的照射下 竟然都变得透明起来 可以看到 犹如巨大太阳般的光芒 正在渐渐靠近海面 太阳从海底升起的场面 李修是这一辈子 都没有见过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再见老火箭 我们该走了 会长站在船头 招呼了李修一声 直接一跃而下 跳进了 那光芒四射的大海之中 李修有些不明白 天海之岛就在头顶 为什么会长法 要跳进海里 看着会长在那 无数气泡生腾的海水中 渐渐沉向海底那颗 巨大无比 如同太阳般的光球 然后渐渐融化在那片光辉之中 李修走到了船头 正想要跟着跳下去 却听身后的怪人说道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现在回头还来的 急 李修什么都没有说 直接跳了下去 前面的路 虽然还是看不见 但是李修想要知道 前面到底有什么 他不愿意一辈子 活在圈子里面 李修身体落入海中之后 发现 海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不知道是这里的海水 与其他地方的死海海水 不一样 还是受到了 底阳光球的光芒影响 失去了那恐怖的 腐蚀性 李修感觉 这里的海水 与一般的海水 也没什么区别 虽然四周到处都是气泡 可是海水的温度也并不高 李修正在水中思索着 却陡然感觉一股 巨大的犀利 拉扯着他的身体 向下面的巨大光球而去 李修没有抵抗 让那力量拉着他的身体 快速下沉 视线也在短时间内 被光芒完全占据 眼前一片白光 除此之外 什么都看不到了 哗啦 没过多久 李修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离开了海水 眼前的白光 也随之消失不见 视觉渐渐恢复 李修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已经来到了 那天海之岛的旁边 会长正站在白色的沙滩上 向他招手 李修连忙抬头去看 只见看到一片黑暗 像是漆黑无光的夜空 可是李修却知道 那并不是真正的夜空 而是死海 这让李修感觉 如在梦中 那到底是死海 还是天空 死海中升起的那轮光球 到底是光球 还是太阳 如果在这里去看的话 任谁都会觉得 可是那太阳 如今却已经不见了踪影 明明天空黑暗无光 天海之岛上面 却如同白昼 李修从海中一步步走出来 来到了会长身边 他并没有时间 欣赏这奇迹般美丽的岛屿 因为在会长的对面 站着一个身穿衣服的魔灵 类人形的魔灵穿衣服 李修见过很多 但是像这个长得像是 独角兽般的魔灵穿衣服 李修还真是第一次见 而且他穿的衣服 明显不是光能所化 而是普通布料制成的衣服 一匹马或者独角兽 穿着一套奇怪的西装 看起来还诡异得非常得体 这魔灵就好似是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 头上戴着李帽的绅士一般 唯一有点违和的是 那李帽被独角扎破了一个洞 否则帽子没办法戴在他的头顶 他就是你选的人 古怪的魔灵 一双灵光四射的眼睛 上下打亮着李修 竟然口吐人言 是的 会长脸上戴着笑 看起来不怎么样嘛 比你上次带来的那个还要差 魔灵贴着嘴说道 差不差 试过才知道 会长随口说道 也对 早死早结束 魔灵打得哈欠 就像是昨天晚上 打了通宵麻将似的 看起来精神非常不好 人类 你知道规则吗 什么规则 李修看向身边的会长 魔灵听到李修的话 微微一正 然后又笑了起来 我倒是忘记了 他不能提前把规则告诉你 好吧 那我就浪费点时间 给你说一下规则吧 魔灵说着 转身抬起了一只前提 指着岛上的山峰说道 从这里上山 你会经过七座山峰 每一座山峰上 都有一位守护者 打败守护者 你就可以继续前行 只要你有能耐 过了这七峰 就能够到达天海宫 到时候是死是活 就要看你的命了 什么叫看命 李修咒没到 天海宫内 才是你真正的对手 不过以你的那点实力 是不可能战胜他的 所以就要看他心情怎么样 会不会饶你一命 魔灵说着 又补充了一句 不过以我看 你也没机会看命了 就你这水平 肯定要死在第一峰 快走吧 等会儿帮你收了诗 我还得去补教呢 魔灵说着 就向着山峰的方向走去 走吧 李修看向会长 会长对他微微点头说道 李修神色古怪地看着会长 他把自己说得那么牛逼 结果到了天之海 竟然连山都不敢上去 只能站在海边等着 李修原本以为 会是会长和天之海的 爵士大佬见面 坐而论战的场面 谁知道连门都进不去 别说爵士大佬了 连个正进魔灵都没有来 就派了个看门的过来 会长到底是不是在吹牛呢 李修怎么都觉得 会长这表现 和他吹嘘的有点不一样 魔灵带着李修走向山峰 李修 这才有心情仔细打量 这天海之岛 与在外面看到的天海之岛 有些不同 从这里看 发现那些山峰上面 竟然都修着石阶 石阶 依山石开凿 蜿蜒直达山顶 而且 一路沿着山市通向远处的山峰 宛若张牙舞爪的巨龙 盘踞于连绵的山脉之上 一眼看不到尽头 山羽石阶在云间若隐若现 这第一封的守护者 名字叫若若 你死了之后 千万要记住这个名字 免得连自己死在谁的手里 都不知道 告错了状 魔灵边走边说道 你他妈的才是若若 你全家都是若若 一声雷鸣般的愤怒爆吼 从山顶传来 镇的李修尔魔 快要裂开了 抬头往上看 只见一头通体黄金璀璨 犹如狮子般的魔灵 站在石阶的尽头 身上散发着黄金神光 将整座山峰 都照得如同黄金一般 此时他正愤怒地盯着 李修身边 如独角兽一般的魔灵 李修倒是没有兴趣 看他们内讧 他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那守护者 魔灵身上的黄金神光 竟然照不出这山峰之外 显然 这山峰之上 有神奇的力量 将力量都禁锢于山峰之上 他们的战斗 恐怕无法波及到山峰之外 我为 海天七峰第一峰的守护者 黄金大王 挑战者报名 那如黄金狮子一般的魔灵 盯着李修鹤道 第389章 天海之门 天海宫内 一个穿着白纱裙的少女 正靠坐在一头 全身长着厚厚白毛的魔灵身上 看着面前 如镜子般光滑的金体墙壁 那魔灵像是一个巨大的 毛绒玩具 少女靠坐在她的身上 似是靠在云朵沙发中一样 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可是少女的表情却不太好看 一双美丽的毛子 冷冷地盯着金体墙壁 墙壁上的影像 正是李修在登山 被那黄金狮子所组 在白毛魔灵的右侧 一个身着白衣 如仙似魔的男子 正坐在那里 拨弄着古筝般的乐器 一缕缕 若有若无的 情音 缭绕于天海宫中 亲人心脾 仿佛可以解去世间千百种忧愁 老邪叔 以后 能不能别让那些无聊的人 再来烦我 我在这里挺好的 我不想离开天海岛 少女走到白衣男子身边 撒娇似的 拉着他的袖子摇着 老邪叔看着少女 眼中满是宠溺之色 布尔 这是你的素面 也是你该有的人生 你不可能一辈子留在这里 以后 终究还是要走的 为什么不能一辈子留在这里 我就想一辈子留在这里 陪着老邪叔 你们 布尔娇称道 你先看看吗 万一这人你喜欢呢 老邪叔无奈地说道 一个连神位都不是的人类 有什么好看的 估计一会儿 就被狮子叔叔一口给吞了 布尔嘟着嘴说道 李柏阳已经自暴自弃了吗 带来的人 竟然连神位都不是吗 老邪叔这才看向了 金币上的影像 看清楚了李修的模样之后 不由地轻移了一声 是那个小子 他竟然没有死 老邪叔 你认识他 布尔似乎是来了兴趣 看着老邪叔问道 之前我不是告诉过你 我被囚于邪灵关中之时 有个人类闯了进来 才得以脱困 老邪叔说道 我记起来了 是不是那个特别贪心 一下子要了三种神光的 那个人类 你不是说 他应该已经死了吗 少女好奇地打量着 影像中的李修说道 他那时才刚刚开始修行 根本不入流 偏偏贪心得很 我碍于誓言所限 不得不拿出了 寂灭三无绝光 无邪无垢 真我本愿光和不知邪灵光 让他三选其一 谁知道 他却三光全要 我当然不会惯着他 三种光 皆打入其身 那三种光的厉害 你应该也是清楚的 别说是他 就算是一般的神位 被这样的三种光入体 哪怕只是那么一心半点 怕是也会没命活下去 只是死得或早或晚罢了 没想到那小子竟然没有死 确实有些奇怪 老邪叔脸上 也有些不解之色 似乎是在思索 为什么李修一个 不入流的人类 竟然没有被那三种光杀死 且不说十大神光中的 寂灭三无绝光 和无邪无垢 真我本愿光 只是老邪叔你的 不知邪灵光 只要沾上一点 也是神仙难救 他怎么可能不死 老邪叔 你不会看走了眼吧 他们也许根本就 不是一个人 布尔说道 我是不会记错的 老邪叔摇头道 长得一模一样呢 对 我看 一定是这样的 布尔 眨着好看的眼睛说道 那就更不可能了 他身上有禁忌之枪的气息 这世上 应该没有第二把禁忌之枪 这就是那个小子 老邪叔肯定地说道 承受了你的不知邪灵光 和寂灭三无绝光 无邪无垢 真我本愿光不死 那这个人倒是有点意思 可惜他的等级太低了 恐怕不过狮子叔叔一口吃的呢 根本走不到天海宫 否则我还真想研究一下 他到底 有什么特别之处 布尔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李修说道 要不 老邪叔你出面 让狮子叔叔他们手下留情 让那人到天海宫来 那可不行 那规则是不能破的 他必须要靠自己的能力 打到天海宫来 否则谁也帮不了他 老邪叔摇头道 真是无趣得很 布尔叹气道 两人说话的时候 李修已经登上了天海第一峰 来到了那黄金大王的面前 在下李修 请指教 李修 看着面前好似小山一般的黄金狮子 得抬起头 才能够看到他的脸 若若 你力锁点 我收了诗 还要赶着回去 补教呢 别耽误时间 一旁的独角兽魔灵说道 滚 黄金大王冷声道 有我在 你还收什么诗 说的也是 独角兽魔灵点了点头 看向李修又说了一句 小子 如果我是你 等会儿就不会反抗 免得多受痛苦 若若他虽然很弱 但是他的真理之光却很残忍 你越反抗 就会越痛苦 听我一句劝 撑不住的时候 就放弃抵抗 少受些罪 痛快的死比啥都强 谢谢 我记住了 李修也不生气 微微点头道 既然你都已经清楚了 那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去死吧 黄金狮子一起咆哮 身上的狮踪 绽放万岛金光 如瀑布般冲击而下 远远看去 就好似有金色的瀑布 从山顶汹涌奔腾而下 将整个山峰 都笼罩在金色的光谱之中 金光持续冲刷 无情地摧毁一切 难怪这天海低风 光秃秃的 什么也没有 什么样的植物 也抵挡不住 这么恐怖的力量冲击 这样就结束了吗 布尔看着 被金色光谱淹没的 天海低风 有些遗憾似的 喃喃自语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老邪叔撇了撇嘴说道 他还没有死吗 布尔有些疑惑地 看着影像 怎么看 李修也不像是 能够在那么恐怖的 光谱冲击下 活下来的样子 毕竟布尔 根本没有看到 有光囊与黄金狮子的 光芒对抗 连一点波澜都没有 汹涌的 金色光谱 冲击到山脚下 引起了大地的震动 金光四巨浪 一般翻滚 却冲不出 第一峰的范围之内 只是在山脚 不断地搅动翻滚 最后消失不见 真是无趣的人类 比上一次来的 那个家伙 若太多了 黄金大王冷漠地说着 身上的金光 也随之收敛 早点完工不好吗 独角兽魔灵 笑眯眯地说道 仿佛是断了水源的瀑布 金色光谱 顿时断流 渐渐消失不见 当那金色光谱 完全消失之后 黄金大王和独角兽魔灵 都是一阵 那在光谱中 毫无反抗的李修 竟然没有被光谱 杀死 还好端端地站在 刚才的地方 身上一点伤痕都没有 身上的侠衣 也没有损伤 看起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这怎么可能啊 弱弱的黄金光谱 怎么说 也算是 接近顶级理解的 真理之光 好歹也是能够进入 第一梯队的真理之光 独角兽魔灵 瞪大了眼睛 看着李修 一脸的不可思议 黄金大王也有些惊恶 但是 他却没有像独角兽魔灵一样 思索那么多 原本不屑的眼神 此时变得狂热起来 金色的眼睛之中 眼神几乎都快要燃烧起来了 能够挡得住我的黄金光谱 不错 真的不错 那就再试试这个吧 黄金大王可 不管李修 是怎么挡下他的黄金光谱的 因为没有必要 他从来不需要知道 敌人有怎样的力量 只需要 用自己的力量 摧毁压制一切 随着黄金大王那狂烈的眼神 他的身体 摆出了一个诡异的姿态 让他原本就巨大无比的体型 变得更具压迫性 仿佛连身上的肌肉 都一起收紧 宛若一头霸绝天地的 洪荒巨兽 无尽境 冲击破 随着黄金大王狂野的嚎叫 宛若九天星河一般的黄金光芒 冲击而下 天空仿佛都被那黄金光芒 冲破了一道裂痕 又似天河清晰而下 犹如一条黄金真龙 吞噬向李修 李修 依然没有退下的意思 一只手掌伸出 挡在了那黄金真龙一般的红流 前面 那只手上 绽放出蓝色的光芒 虽然不强烈 仅仅只是薄薄的一层 可是接触到如真龙一般冲击的黄金光谱之后 竟然将那黄金真龙 直接冻结在了 空中 只是一瞬间 黄金光谱就被凝固在山峰之上 若金龙垂旋 壮观的难以想象 好厉害的冰冻神光 竟然能够冻住狮子叔叔的无尽神光 他明明不是神位级 怎么能够使用真理之光 波尔有些惊讶道 那不是冰冻神光 而是死亡的力量 老邪叔饶有兴趣地 看着那被冻结的黄金光谱说道 死亡的力量 为什么看着像是冰冻力量 波尔说道 生命在于运动 生灵的肉体消亡 并不意味着就是真正的死亡 只要物质还在运动 生命就永恒存在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而已 但是如果物质失去了运动能力 处在了类似绝对禁止的状态 那才是真正的死亡 老邪灵继续解释道 那小子对于死亡的理解 已经达到了顶级 纵然是与黄金大王相比 也毫不逊色 但是黄金大王的无尽神光 是一种需要强烈动能的光能 正好被他的那种死亡之光克制 这一场胜负一分 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奇怪了 我给他的三种神光 并没有这种光能 禁忌之枪也没有这种属性的光能 他怎么能够使用这样的光能 难道说 老邪书沉饮思索 难道什么 布尔好奇地追问 除非他的本命气 不只是禁忌之枪 老邪书已经能够确定 李修肯定还有第二个本命气 双本命气 这个人越来越有趣了 布尔美目流转 不停地打量着李修 眼中的好奇越来越浓 黄金大王显然并没有就此认输的打算 再次爆发出更加恐怖的黄金神光 一道道黄金光曝如金龙一般垂下 撕裂天地而止 李修双手轻拍 一道道黄金光曝 硬生生被他冻结在了空中 恐怖的黄金神光难以伤他分毫 下一秒 李修整个人一跃而起 手臂向后拉伸到了极限 一拳冲出 蓝光把所有被冻结在空中的黄金光曝 直接震碎 在那漫天金色碎片的飞舞当中 李修如幻影般来跃到了黄金大王的面前 一拳轰向黄金大王的额头 黄金大王爆射万丈金光 却都被死亡邪灵之光冻结 然后震碎 眼看着李修那泛着蓝色诡异光晕的拳头 就要轰在黄金大王的额头之上 手下留情 独角兽魔灵怪叫着 想要冲上去阻止李修 可是却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强行停住了脚步 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李修 一拳轰向黄金大王 心中焦急如焚 却又无能为力 黄金大王也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他哪里会想到 李修的真理之光 竟然把他的无尽之光 克制得死死的 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 狮子叔说 布尔一声惊叫 就欲起身冲出去 可是却被老邪叔按住了 不可犯计 否则天海不存 到时候死的就不是一个黄金大王了 老邪叔摇了摇头 布尔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若敢伤狮子叔叔 我必让他血债 行 布尔的话还没有说完 李修的拳头 已经轰在了黄金大王的额头上 瞬间将那黄金大王的身躯 冻结 然后一拳震成了无数的碎片 黄金大王的身躯 四分五裂 脑袋更是直接爆碎 一颗足球大小 闪耀着璀璨金光的晶体 掉落了出来 正是他的神位磨合 狮子 叔叔 布尔悲愈欲绝 我的天哪 那小子到底在干什么 我不是已经反复叮嘱过他 不能用蛮力 这下要糟糕了 沙滩上的会长 以后 俯额 满脸的郁闷和无奈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李修竟然这么决绝 直接把黄金大王给干碎了 会长的心情 有些难以形容 他以为李修是个聪明人 之前 他已经给了李修那么多的提示 李修应该懂他的意思才对 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真的要命了 会长无奈的叹气 李修伸手一抓 那颗神位级的魔盒 就落入了他的手中 同时黄金狮子身体中 掉落出来的另外一件东西 也同时被他吸了过来 那赫然是一颗金色的神位宝石 李修猜测的没有错 黄金大王 果然是变异魔灵 逼出神位宝石的存在 你 你竟然真的敢杀弱弱 独角兽魔灵愤怒地对着李修咆哮 为不什么不敢杀 他想要我的命 也未曾半分手下留情 那自然就要有被杀的觉悟 李修收起了神位宝石和魔盒 看了一眼遍地的尸体碎片 眼中闪过一丝可惜之色 他是在 可惜这黄金大王 竟然没有爆出其他东西 只留下了一身的神位材料 这些神位材料太多了 他现在也没有办法拿走 估计天海的人 也不会让他拿走 你 你 你死定了 独角兽魔灵 被李修对得难以反驳 只能无名狂怒 老邪叔 他杀了狮子叔叔 必须要付出代价 请您帮我打开天海之门吧 布尔咬着嘴唇 死死地盯着影像中的李修说道 你想好了 当真要开那天海之门吗 老邪叔神色严肃地说道 他的真理之光 诡异莫测 狮子叔叔已经遇难 我不能再让其他的叔叔们 再有什么闪失 请您帮我打开天海之门吧 布尔坚定地说道 天海之门一开 就再也没有任何余地 若是他能来到天海宫 你便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你再想想 老邪叔劝道 不用再想了 我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只有开了天海之门 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老邪叔 你放心吧 天海之门一开 别说他不可能再走到这里 就算能够走到这里 我也一定会亲手了结他的生命 布尔斩钉截铁地说道 既然你意已决 那就开吧 老邪叔说着 站了起来 缓缓走出了天海宫 站在了天海宫的大门口 他的额头之上 有着一颗如同 竖眼般的黑宝石 只见他随手一挥 手指自行破碎 鲜血涌出 流着血的手指 按在了那颗黑宝石之上 咔嚓 那黑宝石竟然被他按碎 从中挖出了一颗更小的珠子 那珠子如瞳孔一般 浑圆 通体 幽蓝 内中 似有一道道蓝色的光电闪动 以无知名号令天海 以无知血 破尽灭世 以无知眼开辱 之门 震灵 碎 随着老邪叔那鬼魅般的声音 他指尖染血的珠子 缓缓升起 到了天空之中 陡然绽放出一道电光 令天海之岛的上空 出现了一道裂缝 随着那裂缝缓缓打开 一道远古神墨般的大门 也随之浮现出 那裂缝竟然就是那古老大门的门缝 一道道如霞四云的光芒 自大门的门缝中垂落而下 如 海如渊笼罩天地 宛若幽名魔域被打开 整个天海之岛 都被笼罩进那诡异恐怖的光芒之中 天海之门 开了 沙滩上的会长 仰望着天空中的古老大门 脸上的神色复杂难明 似有惊喜 渴望 期待 又似有着犹豫和担忧 第三百九十章 召唤祖灵 阵阵轰隆之声 不绝于耳 幽兰的光似游魂一般 在天地间飘荡 丝带状的幽光 向着其中一些山峰汇集而去 李修仔细一看 发现那些幽光汇集的山峰 正是他接下来所要去的那六座山峰 此时那六座山峰 就好似六个连接天地的幽光之柱 延伸向天空裂痕的幽光 自然就是 自那古老的大门中所出 小子 你不是很喜欢杀生吗 那就继续吧 后面的魔灵正在等着你呢 独角兽魔灵 咬牙切齿 恨声说道 那是什么 李修并没有如他所说 立刻前往下一座山峰 而是指着那天空中的古老大门说道 你知道这里为什么叫天之海 就是因为 那座大门的存在 它就是天海之门 独角兽魔灵冷冷地说道 只有当天海之门打开之时 天之海才算是真正的天之海 这么多年以来 那个老家伙 带来了那么多的人类 这还是第一次打开天海之门 你也足以自傲了 意思是不是说 我的游戏难度增加了 李修凝视着前方幽光通天的第二风 说道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独角兽魔灵冷哼道 这和规则吗 李修又问道 规则就是我天之海所定 你说呢 独角兽魔灵不屑地说道 我就是随便问问 李修说着向着第一风背后的石阶走去 沿着石阶向着第二风而去 现在整个天之海 都如同幽冥魔戒一般 到处都是深邃的幽蓝光彩 特别是剩下的六座山峰 幽光已经强大的难以想象 李修知道自己惹怒了天之海 但是他并不在意 无论会长有什么打算 也不管天之海在计划什么 他的目标一直都很单纯 那就是晋升神位 要晋升神位 就需要神位宝石 既然对方想要杀他 没道理 他不能取对方的神位宝石 剩下的六座山峰 应该还有六指变异神位魔灵吧 也许用不了那么多的神位宝石 我就能够晋升神位了 李修心中暗自盘算着 天海第二风的守护者 显然不像黄金大王那么的张扬 直到李修登上第二风 才看到他的存在 天海第二风 漫山皆是鲜花 一路走来 看到鲜花无数 却唯独这山顶之上一朵鲜花 也没有 只有一棵如花盖般的大树 屹立于山顶之上 在那大树之上 一个类人形的魔灵 盘西而坐 全身都是赤红的盔甲 犹如一个人类机甲 在他头盔的眉头位置 有着一个泛着幽兰光运的奇异符号 那符号 明明只是闪烁着十分淡的幽光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让李修感觉 这第二风上的冲天幽光 那奇异符号 就是奇缘头 天海第二风守护者 金刚怒火佛陀 那盘西坐在树下的魔灵 缓缓站了起来 睁开一双赤红似火的眼睛 冷酷地盯着李修说道 你用死亡之光杀了黄金大王 我便破了你的死亡之光 再以同样的方法将你轰杀 你准备好了吗 说实话 还真没有准备好 不如你先说说 你那额头上的符号是什么意思 李修随口说道 准备好 或者没有准备好都一样 你只需要去死就可以了 金刚怒火 佛陀举起金属手臂 对着李修虚空一按 那手臂之上赤红光芒 形成了一个光环 如火圈一般 瞬间到了李修身上 竟然诡异地套在了李修身上 李修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李修虽然也有些意外 但他却早已经有了面对风险的觉悟 直接释放出了死亡邪灵之光 蓝色的光彩顿时从他身上绽放 挡住了那火圈一般的赤红光圈 赤红光圈与死亡邪灵之光接触之后 就被死亡邪灵之光冻结住了 没有再继续收缩 形成了一个 还在李修身外的蓝色光环 李修用手一拍 想要将那被冻结的光环震碎 结果那被冻结的光环 也确实应手而碎 可是下一秒 又一个赤红光圈出现在李修的身外 再次开始收缩 李修飞升而起 想要甩开赤红光圈 可是谁知道 那赤红光圈却像是 与他的身体同步一般 无论他移动到什么地方 赤红光圈都在同一个位置 既然是用死亡邪灵之光 将其冻结 也无法摆脱他 你一与我佛有缘 必须接受超度 金刚怒火佛陀说着 发射器一般 一道道光圈快速轰出 那些光圈确实诡异无比 离开金刚怒火佛陀之后 就直接套在了李修身上 根本没有躲闪的可能性 李修身上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光圈 李修身上死亡邪灵之光 不断地将那光圈冻结 但是并没有打碎 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这些光圈被打碎之后 竟然还能够再生 再生之后 还需要使用死亡邪灵之光 将其冻结 那样实在太消耗光芒了 还不如不打碎 就没有了作用 只是冻结的光圈越来越多 李修身外的光圈 都变成了一个圆柱 将李修的身形 完全挡在了里面 佛陀叔叔的超度佛环太强了 也许根本用不到天海之门的力量 就能够杀死那个可恶的人类 布尔 看到李修束手无策被困 顿时大喜过望 老邪叔点头道 佛陀的佛环 拥有因果和轮回两种属性的力量 世间能破这两种 光能的力量本就不多 那人的死亡之光虽然厉害 但也仅仅只是能够冻住佛环 却不能阻止佛环的重铸 他不破坏佛环 佛环就算被死亡之光冻住 也无法摆脱 破碎佛环 佛环就会重铸 等那佛环越来越多 等那佛环越来越多 纵然是有天大的能耐 也无法应对那么强的光能了 若是那李修再无其他手段 只怕 这一战就很难了 他还能有什么手段 等死罢了 布尔说道 你难道忘记了 我刚才说过 他身上有禁忌之枪 老邪叔的话才说完 就听到了那边传来了密集的枪声 哒哒哒哒哒 已经如同圆柱一般的光圈 被一颗颗光打碎 破碎的光柱之中 露出了李修的身影 只见李修拎着加特林状态的禁忌之枪 对着佛环形成的光柱疯狂射走 因为附加了死亡邪灵之光 加特林的枪口不断喷出的是蓝光 佛环不断地被打碎 片刻间 整个光柱就全部破碎 你打碎的 再多又能怎么样 佛环拥有因果轮回的力量 它会不断地重铸 并且追踪你的所在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重铸的佛环也会出现在你的身上 不死不休 独角兽魔灵冷眼说道 他已经认定了 李修必死 李修摧毁佛环的速度越快 等会重铸出的佛环就会越多 到时候李修的光能 恐怖 不足以同时冻结那么多的佛环 最后就只能一死了 可是等重铸的佛环出现之时 独角兽魔灵却有些傻了眼 原本一直锁定着李修的佛环 此时却像是喝醉了酒的酒鬼一般 连人都认不准了 歪歪斜斜的乱飞 有一个佛环 甚至差一点飞到独角兽魔灵的身上 把独角兽魔灵吓了一跳 连忙快速退后 还好他退得够快 那佛环只是擦着他头顶的帽子飞了过去 只是一瞬间 就把那帽子化为了飞灰 大壮 你搞什么鬼 你可别攻冒丝绸啊 趁乱想杀我 门都没有 独角兽魔灵嘟囔道 滚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 金刚怒火佛陀大怒 但是他却没有时间和独角兽魔灵算账 因为李修已经冲了过来 独角兽魔灵也看出来情况不对 那些佛环好似不受控制了一样 到底乱飞 李修一边疯狂扫射 一边冲向了金刚怒火佛陀 金刚怒火佛陀双手释放出的佛环 被那子弹打中之后 先是被冻结 然后破碎 破碎后重铸出现的佛环 就完全不受控制的到处乱飞 有些甚至都飞回来 差点砸到金刚怒火佛陀自己 这 这是禁忌之光 那小子的本命气 竟然是我天之海之高神光 独角兽魔灵 终于认出了 李修使用的禁忌之枪是什么力量 顿时大惊失色 金刚怒火佛陀也认出了李修使用的力量 心中一震 身体顿时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一条条金属手臂从他的背后出现 刹那间树无青的手臂 在他的背后形成了一个金属圆盘 金刚怒火佛陀一手成硬一手 粘绝 背后那手臂圆盘之上 绽放出出一圈圈佛环 与之前的佛环不同 这佛环的光更加强烈 而且隐隐是由一个个奇异的符号组成 而且还在不断地旋转 你与佛有缘 今天我佛一定要超度了你 金刚怒火佛陀爆吼声中 背后的佛手圆盘爆射出恐怖的光柱 轰向了急速冲来的李修 李修在狂冲之间反手把禁忌之枪扛在了肩膀之上 在那一刹那之间 禁忌之枪化为了禁忌之炮 禁忌之炮上一圈圈的光纹亮起 橙红带蓝的光柱也喷射出 与那佛光圆盘射出的光柱撞击在一起 恐怖的光暴如同太阳一般 在天海第二风的上空闪耀 刺的人眼睛都快要瞎了 几乎无法睁开 等那光芒弱下来之后 众人这才看到 山顶的大树已经被炸碎了 李修好征已狭地站在那里 而金刚怒火佛陀则半跪在地上 金属之躯上都现出裂痕 一条手臂也不见了踪影 如果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地上有一些赤红的颗粒状碎片 咔嚓 咔嚓 金刚怒火佛陀背后的佛手圆盘突然碎裂开来 一只指金属佛手掉落下来 满地皆是 可恨 他竟然用我们天之海的禁忌之光伤了佛陀叔叔 打开天海之门果然是正确的决定 沃尔庆幸道 老邪叔的神色有些复杂 想不到那个当初连禁忌之枪都拿不起来的少年 竟然在这么段的时间晋升到了这种地步 着实让人惊讶 李修没有闲情益智像他们这样废话 对着已经半残的金刚怒火佛陀 又轰出了第二炮 虽然最强破坏力的不计炮已经用过了 但是这附加了死亡邪灵之光的第二炮 也足以轰杀半残的金刚怒火佛陀了 奇怪的是 半跪在那里的金刚怒火佛陀 却没有选择反抗 像是傻了一样 李修竟然没有爆发真理之光抵抗 李修微微皱眉 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 当禁忌之炮的光束 轰到金刚怒火佛陀面前的时候 他额头上的那个诡异幽蓝符号 绽放出了奇异的神采 仿佛来自于幽冥世界的光彩 竟然将附带了死亡邪灵之光的禁忌之光 直接吸了进去 不 应该说 那里原本就是一个空洞 李修射出的这一炮 直接穿了进去 没有犯出任何波澜 金刚怒火佛陀额头的符号 此时已经化为了一个诡异的光洞 仿佛是打开了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通道 人类 如果我是你的话 现在就会立刻自杀 免得接下来面对那恐怖的存在 独角兽魔灵在一旁嚣张地叫着 规则 还允许你们叫帮手吗 李修淡淡地说道 你懂个屁 这不是叫帮手 我们天之海也不屑于叫帮手 独角兽魔灵立刻地反驳道 那你告诉我 这算什么 李修指着那幽名通道般的光洞说道 每等独角兽魔灵回答 缓缓站起来的金刚木火佛陀 就先说道 这是我们魔灵的终极力量 召唤祖灵 召唤祖灵 李修微微一正 他可没有听说过 什么召唤祖灵这一说 他只知道 世间最强的魔灵 是那四个从阵灵石下 逃出来的四个绝世魔灵 无知人类 魔灵国度的魔灵种族 虽然有千千万万 但是这千千万万的魔灵 实际上都源于十六位祖灵 那十六位祖灵 也就是世界上最早诞生的魔灵 所有的魔灵身上 都流淌着这十六位祖灵的血脉 只是在亿万年的 不断的繁衍过程当中 魔灵血脉相互混杂 大部分魔灵的血脉 都已经比较复杂 只有极少数血脉 比较纯正的魔灵 能够拥有祖灵召唤的能力 获得祖灵的加持 那是无敌于世间的力量 就算你拥有 我天之海的禁忌之光 也难以抵挡祖灵的力量 有祖灵力量的加持 大壮只需要一根手指 就可以把你碾碎 独角兽魔灵叫嚣道 这不就是找帮手吗 还是找的老祖宗 李修笑着说道 哼 你现在就尽情地叫吧 一会儿你就叫不出来了 独角兽魔灵冷哼道 李修看着那幽兰的光洞 似乎隐隐看到一个身影 正在那里面走出来 只是看不清楚 他不由得地摸了摸 手腕上的手链 盯着那幽兰的光洞 他不知道祖灵的加持 到底有多厉害 是否能够达到绝世的程度 如果真的有绝世的水准 李修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 奇怪 怎么祖灵的力量 迟迟没有降下 布尔看着金刚怒火 佛陀面前的光洞 露出些许疑惑之色 事实上 祖灵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无法降临 纵然是血脉在 怎么纯正的魔灵 也无法召唤祖灵 只有打开天海之门 像金刚怒火佛陀 这样的魔灵 才能够使用召唤魔灵 就连布尔也不知道 是什么原因 不只是布尔疑惑 金刚怒火佛陀 和独角兽魔灵 以及整个天之海的魔灵 都在疑惑 为什么祖灵迟迟没有降临 来了 独角兽魔灵突然眼睛一亮 在那光洞之中 一只如金丝玉的手掌 伸了出来 那只手 美得不可放我 美帝完美无缺 世间恐怕很难找到 这一只完美的手 李修看到那只手 心中却有些奇怪 那金刚怒火佛陀 明明就是金属之躯 怎么他的祖灵是血肉之躯 祖灵大人 请赐予我力量 金刚怒火佛陀再次跪下 向着那光洞 拜倒 整个天之海 许多魔灵 都纷纷向着那光洞之中 伸出的完美手掌拜下 当然 这些魔灵 大多都是身体内 有着这位祖灵血脉的那些 他们身体内的血脉 让他们有了感应 血脉越纯 感应也就越强烈 先是手掌 然后再是手臂 在金刚怒火佛陀的叩拜声中 一个人影 渐渐穿过光洞 出现在天海第二风之上 那身影所散发的圣洁光彩 让笼罩着天之海的幽光 都为之黯然失色 海边沙滩上的会长 看到从光洞中走出的祖灵 脸上明显露出了惊恶之色 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 不应该啊 不只是会长 就连打开了天海之门的老邪书 看到那祖灵之后 也是一脸的惊诧 祖灵真身降临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是真身降临 老邪书 这有什么不对吗 布尔一脸疑惑地 看向喃喃自语的老邪布 事实上 他并没有亲眼见过祖灵降临 早在几千年之前 祖灵就已经不在 真身降临 顶多是分身降临而已 怎么这一次 竟然是真身降临 这是最近几千年来 从未有过之事 老邪书看着那降临 于天海第二封 浑身散发着 强烈圣光的祖灵说道 真身降临 不是更好吗 布尔沉引道 理论上确实更好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中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老邪书说道 不只是这些魔灵感到惊恶 李修看到那祖灵之后 不由的也愣了一下